中美两国的经济动作有点各走各的路啊 美国那家加息加杠杆 印钱忙得不亦乐乎 而我们中国呢 却在收紧钱袋子 控制货币的流通 等美国开始降息 减杠杆拼命控制通胀的时候 我们这边反而开始放垮货币政策 这种你来我往的节奏 显然是两国经济不再那么同步 以前咱们总说中美经济吃一条船上的 有人还开玩笑说是经济夫妻 因为两边在经济链上那是互相帮忙 美国在上游 咱们在下游 我们这边加班加点的 也让美国的大佬们赚了不少 所以咱们经济增长快 美国也能跟着沾光 但现在情况有点不同了 咱们中国开始往产业链的中上游爬 跟美国抢鸡盆了 全球市场的蛋糕就这么大 两家人都要奋不脚不一致 也就不奇怪了 不过有些领域 比如电动车 中美还是挺有博气的 中国的供应链越强 特斯拉卖的越好 上海工厂都产了三百万辆车了 这直接关系到特斯拉的腰包 但对于像福特 通用这样的老牌汽车厂商 情况就不太料了 面对中国新能源车的崛起 他们的地位越来越尴尬 销量也是节节败退 中国新能源车的每一步前进 都让这些老大哥们不太好过 这不仅仅是汽车行业的事 在芯片那块 中美之间的竞争更是火花四溅 你知道吗 就算在美国的各种限制下 2023年中国芯片的出口额都达到了1847亿美元 成了全球芯片出口的老大 今年上半年 中国的芯片出口额已经超过了5427亿人民币 全年突破万亿 人家板上钉钉的事 从产业规模上看 中国那是妥妥的全球领先 产业链的完整度更是世界一 你有没有想过 美国为啥对中国芯片和汽车行业这么紧张兮兮的 说白了 因为这俩行业都是大弹刀 美国一直站着大头 要是中国的企业在这会儿越来越吃香 那美国的企业可就样的善大 所以 现在中美经济这个你追我稳的局面 说白了就是抢蛋糕的游戏 再来说说 美国以前不是疯狂印钱 搞量化宽松 把自己的资产价格炒上天了吗 咱们可得小心 别让美元的大水给冲好了 所以咱们得稳住 控制风险 减减债务 硬着头皮住过难关 等美国想收手了 想将通胀 想把美元往外赶的时候 那咱们中国就有机会了 这时候 咱们可以稍微松一松钱袋子 让国内资产价格整一整 别让美元占了便宜 看看美国这些年干的这些事 归根结底 不就是为了保住自己 在这些重要领域的老大位置吗 美国都是怎么给大家发钱的 特朗普那会儿 拜登那会儿 都玩过这种直升机撒钱的把戏 有人就喷了 说这钱发着跟没发似的 其实这话不太靠谱 实际上 这就像是从有钱人的云点给穷人 想想看给富人在家一万块 他们可能都不太眨眼的 但对那些日子紧巴巴的人来说 那一万块可能就是救醒 再说 平均下的发钱也是一种财富 重新分配的方式 比如你存了一万块 要是他的价值一下缩费了百分之十 那你也就剩九千了 那换成富人 一百万缩费百分之十 那就是少了十万 你亏了一千 他们可是亏了十万 那中国能不能也都不玩呢 当然可以 但咱们的玩法不一样 咱们登国是通过以公代赞 就是通过搞活资产来推动经济 比如翻新旧小区 蛙蛙河沟 渐渐海外工程 这些都是政府出面的投资 能创造就业 刺激消费 让经济活起来 虽然不是直接给钱 但这以公代赞的法子 也能让经济热露起来 再在说说给学生发奖学金这事 拜登就大手笔 直接给美国学生免了 三百九十亿美元的贷款 在美国 学生贷款呢 可是减虚于房贷的大头 利率还不逼 平均百分之八呢 在中国 学生贷款不多 就算有利率也低 咱们的方法是提高奖学金 直接给优秀的学生发钱 比如原来一年奖五千 现在翻倍 原来奖一万 现在也给翻倍 对大学生来说 这就像是从财政部 直接领的大红包 最后谈谈减税 减税不光是给个人减负 企业也是大最模减税退税 比如二十二三年 中国减税退税超过二点二万亿 二零二四年上半上 这数字已经超过一点六万亿 全年有望超过三万亿 这都是给企业和个人减负的操作 而且因为中国的银行 大多是国有的 降低贷款利率 也是国家再给大家发福利 现在的经济状况 中美两国就像是两个体制不同的人 美国像这血压有点高 得注意控制 咱们中国呢 则是需要补补血 贤地气 美国那边得得紧裤腰带 咱们这边得想办法给经济加加油 比如给楼市鼓鼓劲 帮地方减压 让小微企业和小老百姓都能闯出气 这种经济节奏的不一致 不出什么岔子的话 咱们很快就能看到 美国开始无计钱包 减少开销 来个战略性的收缩 毕竟 美联储现在也挺头疼的 美国政府每年光是为了付利息 就得花掉差不多一万亿美元 在这场经济赛访中 美国开始放慢脚步了 而咱们中国这边 则是准备加油门 准备提送啊